在今天军警市撤出了6000人力为安窃 被出动蛇龙巨马层层封锁 甚至史上首次把228公园 用巨马一分为二来管制进出 做到滴水不漏 330战凯道活动开始之前 警方已经驾起层层防护 还破天荒把公共区域228公园 一分为二用巨马隔去一半 这么谨慎小心 就是怕黑山军突破重围 活动前一个小时 黑山军开始往凯道聚集 透过制高点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层层巨马 把博爱特区包得密不透风 群众只能依照规定的路线走 但警方就怕万一 研判群众脱队可能突破两条路线 开放群众走的合法路线 是从立法院沿中山南路 直达凯道活动现场 但途中经过的常德街 如果川公园路最接近总统府 另外也是从中山南路出发 让最外围的罗斯福路 转和平西路 则是最靠近总统官邸 监狱小南门站这边没有进行管制 所以民众出来之后 最接近官邸的地方 就在重庆南路口跟爱国西路口这边 不过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整层的巨马跟蛇龙 在这里重重防护之下 根本无法靠近 所以这边完全不能走 对 很奇怪 不好意思 靠近不了官邸 最接近总统府的228公园 也很难突破 虽然228公园这里有开放民众通行 不过可不可以看到 现在警方在这边有层层的巨马 跟警方在这边防护 根本无法接近总统府 蛇龙巨马加上警力借户 等于是三道重重关卡 逐起的铜墙铁壁 根本无机可乘 记者李宏杰 王佑正 旅龙生 环佩华SG小组 特别报道